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吉隆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小小美指模特 牙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就邀请了 基隆市仁爱国小学生拍摄正确的刷牙方式 以及牙线的使用步骤等教学海报 并发送到全台2671个国小 让学校来教学使用 称咖嘴巴讲究牙刷的角度 将如何把牙齿刷干净 介绍得零零尽致 这七位美齿模特是结牙长生菌 齿列排列整齐 没有半颗蛀牙 如果要吃糖的话 最好是吃完就先去刷牙 仁爱国小在全国结牙观摩赛中 多次获得冠雅军的成绩 今年再次获得牙医师工会 全国联合会的邀请 协助拍摄正确的刷牙方式 牙线的使用步骤 拍摄这个结牙技巧 还有刷牙牙线的使用方法的宣传海报 这些海报会预计在暑假前应该可以印出来 然后会送到全国的各个国小 让他们贴在保健室或者是校护或老师当作解牙教学用 小朋友牙齿要好 一定要有正确的刷牙方法 再来你早晚刷牙 然后一定要使用含幅1000ppm以上的牙膏 那目前呢已经有实验证明说 含幅1000ppm的牙膏是能有效的预防取齿 那牙缝的食物啊 牙缝的牙群斑呢 就要靠牙线来清洁 想当模特儿真的不容易 我觉得把牙齿张得最大才能刷到 这样可以刷得比较干净一点 特别感谢我们牙医师工会的林医师 因为他的协助让我们学校更加的努力 而且他投入了很多的时间跟精力来协助我们学校 让我们的解牙的推动呢 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效果 真的是很感谢热心付出的牙医们 从教育开始 让基督学童的注牙率 从107学年度的46.76% 下降至110学年度的27.9% 整体进步18.86% 低于全国平均值 从小保护牙 老来不缺牙 在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基隆的绿竹笋 非常好吃 常常吸引山猪和山枪来大块朵頤 让部分的农友大失血 因此多年来农友们争取装设电网 终于在今年8月 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补助下 全数完成 终于不用请猎人来帮忙了 这就是电网 在欺读马东里损农 李文良带领下 市议员张耿辉等人穿过竹林 映入眼帘的 是由三条类似粗铁丝搭乘 通上电流的电网 损农也特地拿着设备测试 已经通电的电网给张耿辉了解 也请他注意不要摸到 避免触电 李文良表示电网架设好之后 确实没有再传出有山猪 或是山枪进来吃绿竹笋 终于不用再请猎人帮忙 也感谢政府和损农共同分担 补助经费装设电网 已经按两个礼拜 按照这两个礼拜我们的观察 山枪跟山猪都没有进来 都没有进来 不像以前 它每天都会进来 每天都会进来 都会损害我们的竹笋 这两个礼拜我们的观察 目前是都没有 它效果算起来是不错的 目前是我们这一批 是第一梯次 第一梯次我们申请人比较少 所以说政府补助的金额比较高 它是政府是补助三分 四分之三 我们四分之一而已 所以说现在的补助 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划算 非常的划算 不然你一次安装下来 像我400米的话 要差不多15万 要稍后15万 这样的话我们只出了 差不多2万多块 身兼基隆市休闲农业协会理事长的 市议员张耿惠也表示 如果装上电网可以有效 遏止山猪以及山枪抢食 或是破坏农作物 电网的电流也不至于 伤到野生动物 那么政府就应该协助农友们 装好电网 避免农友和野生动物发生冲突 前里长你们两者系数的 电网装下去以后就减少 这些山猪三家过来信念 那也会减少一些农作物的损害 那我想可能会在这边呼应 也若是说电网它有装下去 已经有基本的嚇阻作用的话 我想在政府中央方面的话 应该多多给我们基隆市的这些 尤其外县市也是这样的农民 多以给补助 以免农作物的阻害 损农李文良指出 目前他的绿足损农地里面 先装设大约400公尺长的电网 一段时间后如果成效不错 再来评估是否继续加装 为了要加强推动公车的安全驾驶 及服务态度 基隆市公车处启动新措施 将透过多元的管道 来了解公车司机的服务状况 也将不定期公开发布 服务态度优良 与需要改善的公车驾驶 希望借此来鼓励优秀的公车司机 搭公车是许多市民生活的日常 记者在市区的二性循环站 随机访问 来听听民众对于公车司机的看法 应该还不错啦 很少坐啦 现在司机都还不错 我也很少坐啦 还不错啦 还可以啦 遇到的司机都还不错 对啦对啦 因为现在的都很客气啊 我觉得大致上都还不错 对啊 然后就是如果 因为我们基本上老人比较多 对啊 然后他们就是对于老人上下车 因为动作会比较慢嘛 他们也不会说不耐烦 或想要赶快开车干嘛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还不错 甚至有些司机可能还会帮忙 这样子 从民众的反应来看 对目前公车司机的服务品质 大都表示认同 公车处方面表示 为了再强化公车的安全驾驶 与服务态度 将启动一项新措施 透过不定期公开发布 服务态度优良 与需改善的公车驾驶 希望借此来鼓励 优秀的公车司机 包括我们原来的机制 就是说请我们集合人员 会不定期抽查我们的影片 还有民众投诉的1999 或是市政新乡 或是电话反应的 那除了这个原来机制以外呢 我们还有增加一些 我们有请我们同仁担任秘密客 然后去做一些车上的随车集合 逐步有现在看到一些成效 就是说我们的驾驶同仁 看到好的那一面 我们也会记录下来 然后适时的给予奖励 那当然不好的部分呢 我们除了我们自己会记录以外 我们也会纠正 甚至说会进行我们所谓的辅导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驾驶同仁 会随着我们有一些新的制度的改善 或是一些作为 他们能够慢慢的 把以前比较不好的那些习性 或者是说那个会去改善 那当然我们尽量也是以做到 等于说尽量鼓励同仁 然后从事比较优良的服务 公车的服务品质可说是市民与外地游客 对这个城市的第一印象 公车处期盼透过积极的推动提倡 来不断提升公车服务的满意度与安全度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再带领来看金融国道客运托班 满班的问题频传 其中1813 1815中校东路路线等车的民众 甚至还排了一个小时还上不了车 民进党金融市立法委员参选人郑文婷 一早就到后车停了解情况 呼吁金融市政府尽速改善大五轮交通 优势的问题 还给市民一个顺畅安全的搭车环境 你排一下满车吗 今天呢 6点15开始 那我们还得到挂道排客运 好可怜 那你就直接载他去啊 我搭客运来排客运 等车等了一个小时还上不了车 这么夸张的情节竟然在金融出现 由于1813 1815中校东路线在尖峰时间 常出现满班情况 导致在路线末端等车的民众 常常三四班过了还上不了车 民进党金融立委参选 周文婷议员现场会看后提出三项建议 第一个必须要精准的发车 因为很多民众因为车班 拖班的关系导致他们在这个局局这边等车 必须等一个小时都还上不了车 那第二个就是必须要充分揭露发车的讯息 让民众可以很清楚的掌握 我什么时间来搭车 什么时候比较能够搭得上车 第三项则是争取国光客运通勤尖峰时段 在国家新城发加班车 以因应末段各站后车民众的需求 因为国光新城这一边下来 大概只有三站 第四站就到了局局 第五站就会到附警天下 在这五站的这个乘客 让他们可以避免等候从金山那边发车来的车子 因为塞车卡在道轮地区 甚至因为很多人赶着上班上课 来到这个地方又没有位置可以坐 都是客满的状况 让他们上不了车 那这个部分国光客运的高层已经有承诺他们会尽快来研议办理 那如果需要跟公路总局发文来这个取得同意的话 他们也会尽快的来处理 那我想我想这个部分如果可以很快的解决的话 应该每天至少会有一两班的加班车 从国家新城这边直接下来在这五站的客人 那也可以让我们的乘客减少很多乘车的这一个等候时间 这问题非常感谢当地里长刘大为 每天辛苦的指挥协助通勤民众上车 也呼吁金融市政府紧述改善大五人地区交通拥塞问题 才能彻底解决国道客运拖班问题 还给通行市民顺畅安全的搭车环境 大五人地区这边的路幅很狭窄 那假日的时候是完全的动弹不得塞车塞的非常严重 可是上班时间也因为必须保留一个车道 让左转的车辆上情人湖 所以只剩一个车道可以通行 车子常常要等两三个红绿灯才能通过 因此我们建议市政府要在这个地方 加派人力在尖峰时间来疏导我们的交通 那甚至说是不是可以在尖峰时间 让左转的车辆到更前面的地方去回转 再上这个情人湖 以避免再用一个车道导致车辆全部都塞在路上 记者张旗腾 基隆报道 有鉴于台北大直因建案工区施工 造成临近的公寓塌陷请节 基隆市政府就召开记者会表示 将先暂缓原本要在中正区丰仁街的停6停车场 新建立体停车场的计划 将改为区域整体都更的方式来带动当地的发展 画面上是基隆市政府发言人余志明 跟公务处 都发处与交通处处长 共同召开记者会来说明 市府原本要在基隆要塞司令部旁的 中正区丰仁街停6停车场用地 新建立体停车场 但因为工地距离民宅只有50公分 为了避免出现天坑或民宅塌陷的公安问题 将先暂缓新建立体停车场 采取以区域整体都更的方式来带动当地发展 在最近我们看到这么多重大的公安事件之后 我们不禁省思很担心说 这样的这么近距离50公分的距离 就是说民宅跟我们施工地 仅仅只有50公分的距离 会不会造成相关的一个公安事件 我相信这是社会各界都无法承担的一个 很严重的一个风险还有后果 那所以说本府呢 也在这边特别召开记者会来向各位说明 我们未来将会采用都更的方式 来进行一个区域性的规划 那我们也都知道 这个台北市最近有连续有三四个工地 就是因为工区 就是建案的工区景景民宅的关系 造成了大陆下陷 甚至在大直这个部分 甚至造成了那个民房的一个下陷 造成了一个很大的损害 那所以我们就是讨论之后 就决定说用另外一个开发方式来开发 橘色的部分就是停车厂用地 那里面夹杂着两个黄色的工业区 黄色的住宅区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它本来在都市计划化设的时候 其实这块橘色的停车厂用地的基地 就非常的不方整 就从都市计划早期可能它的化设 跟民宅的住宅区距离就非常的近 那所以说后续呢我们会从这个都市计划的角度 那当然我们会去思考可能要做整体规划 它大概面积总共有7000平方公尺左右 那有75%左右大概都是国有地 那大概有25%是私有地 那私有土地所有权人大概有30几位 那当然后续我们就会朝这样整个 朝一个都更的方式来做整体规划 而针对都更期间 当地居民最关心的停车需求 市府也积极盘点周边土地来增辟停车空间 整个一个停车空间的部分 那在停六停车场现况有120格 那绿色的部分包括中正区公所原有有87格 那三郡总医院原有可以提供195格 另外我们会新批中正路182项会有100格 东海街会开放红红线停车会有88席 以及刚刚提到要塞司令部后方已经协调 会提供新增20席 也就是我们原先的一个停车的位置 跟周遭我们可以盘出610个一个停车位 媒体的部分其实都很关注说 因为这个大型的公安事件的缘故 我们也考虑过将我们的这个停六停车场的部分 目前先暂缓 我们一起搭配我们都更的规划 来进行一个区域的一个整合 那在日后我们再来兴建这个立体停车场部分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留意2月22日前记得申请地假税减免货自用住宅优惠税率 因疫情反反国 互其召敬为签出改课税的朋友 110年及111年地价税 也别忘了申请恢复自用住宅优惠税率 记得提早申请哦 你的鞋子很好看耶 在哪买的 我很不喜欢约慧 约慧很臭 刚刚老师叫我 我先过去哦 我身体不好常常过敏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这对身体不好 为了健康不要再抽了啦 抽烟很浪费钱耶 我想存钱一起去吃好料 可是抽烟会变老 我才不想跟你一样看起来好老 我很胆小 连糖果都不敢吃了 更何况是抽烟 谢谢学长 你好厉害哦 都停满了 那就随便停好了 先生你这样停车违规哦 新车停泛合法骑油停车空间只能有一列 并且停车方向必须垂直道路 另外必须保持1.3公尺的行人空间 这样才可以兼顾到机车族停车 以及行人通行的权益 行行 拍手拍手 另外地上贴油脚丫子的绿色地贴 并且禁止停车 即方会严格取缔 绿脚丫主要就是要提醒 不可以将店面杂物 盆栽机车放在绿脚丫上面 让行人甚至行动不便的朋友们 能够方便通行 远离车辆安全处等待通行 走行人穿越道不愿意穿越车道 遵守号制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 栓心过马路不滑手机 行经路口停让行人 无号制路口遵守停让 至路口中心点再转弯避免死角 车辆慢看停 行人安全行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金融市订定全国最高奖金 奖励也激励救护人员抢救病死患者 市长谢国良特别颁奖表扬六位消防同仁 每人颁发一万元奖金 感谢队员应有救人 让民众能够康复出院 消防队员亲自示范 如何进行CPR急救 将心肺功能停止患者 从死神手中抢救回来 每一趟出勤队员把握黄金救援时间 抢救濒临死亡患者 为了激励消防队员抢救欧卡患者 金融市订定全国最高奖励金 希望建立起激励的机制 让更多民众有机会可以挽回宝贵生命 尤其在这一段期间 我们可以看到大家非常的辛苦 在重要的海域跟海边 都在协助执行宣导 不论是深夜或者是大白天 顶着这个烈阳下 各位的辛苦 我想市民跟市府都看得清清楚楚 所以今天谢谢大家过去的努力 那本府也决定未来 只要能够在这个出勤任务中 能够将已经欧卡的病患 跟民众成功救回 挽回他们的生命的话 那本府非常乐意提供相关的奖金 来鼓励我们的消防局救护人员 那我觉得金额不是重点 但是重点是要一个鼓励 一个激励 让我们在第一线 在执行那个CPR的动作的时候 在紧急送往ER的环境的时候 都能够尽大家最努力最努力的那一刻 让我们的这个病患跟这个民众 有可能因为你们的努力而挽回了他的生命 那讲这个真的是很愚重心长 因为大家也都知道 基隆前一阵子也并不容易 我们正在努力的 在把我们各项的工作做好 那不过我觉得大家已经都 非常的神经崩的很紧 也非常努力在做这些工作 总之要跟各位至上崇高的敬意 根据消防局统计 基隆市一年欧卡的件数大约三百多件 能救回来的去年统计只有六件 为了经历队员并感谢他们救人 市长谢国良亲自表扬六位消防队员 每人颁发一万元奖金 第一时间回来是蛮感动的 就是救护以来 就是能够成功救火的人不多 就是当下的心情是非常感动的 过程当中当然我们都是希望说 民众能够在第一时间能够发现患者 然后能够赶快报案 然后在我们救火人员还没抵达现场之前 能够透过119的执行员的指示 然后能够协助病患做一些紧急的处理 然后到我们救火人员到达现场 就是由救火人员继续接手 这样患者的存活率会比较高 所以说如果有发生民众这种 类似像心肌梗塞或者是昏倒在路边 第一时间就要赶快打119的电话 不要说就是要自己送医 那这样的话可能会提高 那个患者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状况 亲自体验CPR流程和技巧 市长谢国良说 每一次救人真的很需要体力才能够升任 也强调市府会全力支持 救护民众任务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金融市爱乐合唱团 长期关怀社会弱势 今年6月举行公益演出圆满若木 团长张清风及执行长杨岳娥 特别将公益音乐会售票的收益20万元 捐赠给金融市社会救助金专户 爱乐合唱团团员用音乐表达满满感谢 优美的歌声让台下观众相当感动 金融市爱乐合唱团 今年6月退出回家公益音乐会 邀请了长荣交响乐 和一群声唱朋友 站上文化中心舞台 共奏美妙乐章 活动结束之后 合唱团决定将售票收益20万元 捐给金融市政府 市长谢国良特别感谢 再次谢谢爱乐合唱团 跟所有声唱朋友们 尽一份心力 把我们这个城市 让它变得更有爱 而且更有欢乐 我们未来会继续的 跟类似爱乐合唱团 这样子的优秀的团体 公益团体来合作 连结社会资源 跟大家一起携手打造 有爱的城市 借用爱乐合唱团 首次邀请身上朋友 上台一起演出 过程中不仅让团员 深刻感受到生命的力量 也让演出者更有自信 大家可能没有看到 在舞台上面的背后一面 那就是我们在练习唱歌的时候 我们真的很感谢 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 来到我们的合唱团 让我们有机会帮他开门 让我们有机会帮他搬椅子 让我们有机会扶他上楼梯 让我们有机会帮他去除障碍 可以顺利坐轮椅进到教室 这对于我们每一个团员来讲 都是在累积福报存责的时候 每天每天续存的一点点 那因为市长希望推动基隆 成为一个有爱城市 那么就让我们的爱 在每天一点点 一点点当中的累积 那我们爱乐合唱团 能够有这个机会 能够把微博的门票的钱 能够奉献出来 能够把这个小爱小钱 发挥最大的功能 让基隆市更充满了爱的城市 这个行动是什么 让障碍者有机会 接受到音乐的赔利 让障碍者有机会 可以跟基隆爱乐合唱团 可以跟长荣交响乐团 这样国际级的 这样优秀的团队 一起协力合作 因此对于障碍朋友来说 能够站上我们的文化演艺厅 这在他们履历当中 都要写下一笔的 所以最难得的是机会 这个机会就是 爱乐合唱团 有这样的善意 愿意让障碍朋友 一起来学习音乐 然后给他们机会 陪力他们站上大舞台 这是让声音障碍朋友 他们的生命 有发光 有学习 有贡献的机会 透过音乐会 顺庸福鼓励 伸让朋友 给自己更多的自信 勇敢创造 属于自己的故事 记者黄绍铭 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观众实地走访 体验基隆的胃 当科学家 文学家 还是艺术家 都不如有一个自己的家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你以为今天明天的日子照样 其实你们正在为彼此 互相照亮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过去无论你有局没局 在社会住宅里 人气广路都能再开兴许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